大家好 我是文俊 我打算為大家介紹三套我挺喜歡的電影 第一套是《猛甲》 這套電影其實是台灣古惑仔 因為它當年上話的時候是非常賣座 最重要的是這套電影就捧了兩個小身 一個叫遠驚天 一個叫趙又廷 作為戲本身都是看到我們很熱血的 是很有台灣當日的黑幫那種江湖味 我是大力推薦 你們四個為什麼要在我家的路 因為五根手指合起來才是一個圈頭 第二套我想推介的就是 《烈火戰車2》之極速傳說 鄭伊健做主角 飛車片 我喜歡去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素造鄭伊健的Sky這個角色 是一個很驕傲很串的附加子 到跌落凡層 到它反彈 認回自己的親生父親阿壽良 然後在巴提雅跟人家 簾點單車到香港公主道 將它的對手任達華 還有拼贏但到最後都是放下 這種成長的戲 還有裡面很多場面 還有一些角色的描寫 譬如譚耀文和張柏芝 我都覺得我的劇本寫得不錯 所以推介大家去看 Sky哥哥哥 阿哥答應我鄧峰斗車 把我這次是斗命的 為何你故意跟鄧峰一起 為何就是很可言 被人擋了一會兒都不行 最後一套我想介紹的 就是內地的國產片 這套片叫做《成風破浪》 導演叫韓韓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作家 這個《成風破浪》 其實他是向我們黨產片致敬 你呀,你少看點香港電影吧 故事是說 一個男生穿越他爸爸和媽媽的年代 就是撤合他爸爸媽媽 韓韓電影的特色 充滿了文青的幽默 還有這套戲的幾個主角 彭于晏、鄧超 都是十分可觀 所以這套戲我大力推薦 阿正 我原來一直以為你是一個 要錢不要命的人 但我真沒想到 你衝擊於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爺爺 把你爹的遺像給搶出來了 你看 這是我的結婚前 我怕幾段話就把它藏起來了 是 我也腳堅持到 絕對 無關 絕對 所以 有 是 好